有人问啊 牧师 我来教会这么多年了了 三四年了 为什么我的问题还不能解决呢 我说你有来拜耶稣吗 有 每个礼拜都做第一牌的 你有没有看到吗 我知道你都做第一牌 但是你的人 在这里你的心跑去外面了 你是想你的生意 想你的问题 难怪了你都没有 耶稣在领受敬拜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在的 人在这里 心却不在这里的 所以 你要把你的关系跟上帝和好 也其实我在我看来 我们给上帝真的不多 不要以为我们给上帝多 上帝 如果上帝真的要求我们敬拜 我们只给一个星期的 一天的一个半小时 真的是太少了 不要找理由 没有参加聚会 而要找好的理由 不要错过任何的崇拜 我信了耶稣23年 我从来 培养自己一个习惯 就是我再怎么样 有什么东西我都推掉 主日崇拜 就是主日崇拜 当敬拜耶和华 当敬拜耶和华 当守主日 当你对神的那种关系 坚定的时候 上帝也对你很坚定 哎呀 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这是我的女儿 完全一定要去帮助她的 因为她 她对我很有关系 我一定要帮助她 上帝是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信息